另外呢也不用说特别去找特别多东西 其实网路上你会发现python 它除了这边有一个download 可以让你下载环境 旁边有个什么documentation 这个其实意思就是说 它这一个python里面 它所包含的所有的程式语言的架构 跟里面用到的韩式库的相关文件 全部都在这里 只是它的缺点是什么 它里面就是英文的原文的 都有比仿天的书籍还详细 只是它的缺点是 第一个英文 不过它有提供另外日文 如果会日文呢 比较亲切一点 还有它提供法文 不过这些我想都不 它没有提供中文 对不对那没办 但是有时候啊 如果你要学新的 大部分都还是要用英文 就是说明文件 以前我们K没有怎么办 还是就K啊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说 它的那个编排方式 可能比较深硬一点 它史版本 它不像说有一些 还会有有穿插一些图啊 穿插一些比较白话的解释 讲的其实比文言文还写的 还要更深 那个然后不容易理解 所以怎么办 这时候当然没关系啊 反正你就至少知道 像我有时候查 还是会到这边查 OK所以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知道 当然啦 没有人告诉我 我直接到这边查就好了 我何必还要去别的地方查 因为这里是一手资料 但它缺点是不容易阅读 可是有时候你跟它亲近久了 你就知道 不用看完全部 看keyword就好了 比如像刚开始 我一定会先看里面的范例 它怎么传 先范例看一下 范例不太清楚 没关系 再把它的里面 重要的keyword看一看 再来 不用装牛角尖 不一定要看懂 先try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有些东西 大概逻辑都差不多 所以这里面有个 3.x的dox 你就把它点击进来 那里面的话呢 就有相关 那你当然如果 你要做一些学习 它这边有一个 它有一个导览 让你知道一下 或者是一个 韩式库 这个library不是图书馆 这个是韩式库 也就是里面 它提供哪一些 哪一些方式 韩式 类似像以色列里面 有插入 那个叫韩式 韩数 是一样的东西 function 然后呢 有哪一些 这个reference 参考 意思是怎么去参考 那language 是语言 就是这个程式语言 里面有哪一些参考资料 它可以 那比如说 我想要知道的话 也许你可以点击 这个 library reference 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 它里面就是 会有很多的章节 包含它的简介啦 一些分析啦 一些data model啦 等等的 那当然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有一个方法 上面不是英文嘛 你可以改成什么 日文 不还是看不懂 法文 要不然还有一个方法 按右键 翻译成中文 有没有 按下去 中文了 OK 不过 它翻的不一定全部正确啦 但至少 比看英文还OK 至少啦 反正这也是个方式啦 因为至少你要拿到是一手资料的话 总比你自己去坊间书籍 坊间的书籍每一本写的方向都不一样 而且写的也各自都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说明的方法 当然如果说你要能够一手的资料 还是直接到官方网 所以刚刚讲那个 Python这个网站 请各位就是善用一下 我您会发现这叫图书馆参考 图书馆 所以就翻译不对了 Library在这里不叫图书馆 叫韩式库 OK韩式库 像我们那个电脑里面都有什么 DLL 那个L 其中一个就是Dynamic Link连结 第三个L是Library Library就是韩式库 所以很多DLL其实就是动态连结 叫韩式库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东西概念跟这差不多 Python里面呢 也可以去写很多韩式库 可以内建的 他有提供你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内建 那你就要自己写 OK 所以这部分大概说明一下 那大概 所以有空的话 你跟他亲近一下 但是也不一定说要 你看他一直都会翻译成中文 反正没事的话看一下 至少我觉得啦 你会更贴近 这个Python 而且你会比较知道 Python到底发生哪些事情 那Equibus也是一样 你也许刚刚介绍这两个 都是比较重要 而且这个也是自由的 这个也是自由的 OK 自由软体嘛 我刚刚特别强调 然后呢 那这个环境的话呢 除了可以开发什么 开发Java 有个Java11是Enterprise 就是企业版的 它功能更强大 不过Java11是要付费的 它不是自由的 那Java它有个版本是自由的 就是你开发 只要不要商业用途就免费 还可以开发什么 C++ 还可以开发PHP 像我之前写PHP也用这个 那EF 我觉得台湾很多人还没有用这个 它自己用那种 祭司本++来写PHP 用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它会自动出错 你也会知道说 你到底城市哪里有发生问题 只是说 在台湾很多 好像网路上面提供的资源 很少提到 所以变成我都会去 像有时候会找 有时候会找到那个YouTube上面 甚至看到印度人 反而印度方面 那个录影片的比较多 所以看到很多印度人 教你怎么写 而且教的还蛮 算蛮不错的 至少参考 但它讲的那个英文很好 很特别 就是有的那个印度枪 一听就知道了 那另外的话 可以写什么 写JavaScript 还可以写这些东西 所以额外跟各位说明一下 它其实不是只能够拿来当 那个Python的一个环境 好那这个是 刚刚提到的 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要进入到那个 我们的课程里面 那未来如果说你要 那个加到论坛里面的话 这边有个论坛的网址 所以呢如果 这个 你就自己把它点击进来 理论上因为我是版主 所以呢我一定可以看到 但是如果你不是你进来 你没有加进来的话 如果你有加进来 你应该会看到 像我们上个礼拜第一次 那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一直会 每一次都会有 但是如果你没加进来 它会出现说 一个按钮好像这样 申请词论坛成员吧 那你就按下去 那记得好 你就给我你的 那个啦 最好是你的名字 你是上这门课的同学 最好学校姓名都给我一下 那我也比较知道 不然有些同学有申请 但是可能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这个 这同学是我们班的 不是嘛 还有这个同学是我们的 不是嘛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其实还是蛮多那种 外部的那个 因为我有把它放YouTube YouTube这个开放的环境 后头后早还是会有一些人 会看到部分的影片 他们也还是会想要加 因为他看到这个课程就觉得 很想要上 所以我发现好像那个观看次数 应该会超过我们的 这个总人数 所以你看到那个点击进来嘛 这个清单 上礼拜东西嘛 1234 那总观看次数的话 这边有没有 189 有没有 所以应该不只是只有 你们可以看到 不过我的习惯上 我可能前两次上课 会放在YouTube开放 但之后就没有让人家看到了 或者是放很多 因为我角兔有三窟啦 我频道不止一个 那这样的话 当然就是 反正你要看你要学 你就有办法找到了 我只防君子不防小 反正也是开放的 但是至少就是你知道 有这个学习管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完整的学习 还是要经过一个过程 也许要拜师嘛 总要来报个名啊 我常常接到很多就是 网路一直问我问题的 我也不认识你 有时候说真的啦 如果我完全不认识你 我应该没有义务回答你 那些很复杂的问题啦 OK 但至少会有一个关系嘛 我觉得这是彼此尊重啦 可是我发现现在网路 这个彼此尊重的礼仪好像不是很好 比如说就丢了一个问题给你 唉 真的对 我深呼吸口 其实我想说 这个好像有点太冒犯的感觉 会觉得啦 对 你丢一些问题给我 我觉得 就像你突然被一个路人遇到 那大家突然问你啪啪啪 问你遇到的问题 对 感觉好像不是很好 OK 但 每个人每个空间 彼此互相尊重 尤其是 这个网路的世界 那个酸民无奇多啦 对不对 随随便便就可以评论 每个人都很厉害的样子 那当然 不是正向 OK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 在这里论坛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想就进入到我们再来的课程 就是一直 上礼拜已经有同学 步骤比较快 那 如果说你今天的那个 东西假如说没有装好的话 你可以下载这个 安装环境里面有个懒人包 这个懒人包 你把它按右键 或者点开来 下载 下载之后它会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 应该是下载这一区吧 那一样 你可以把它 我建议是把它解到那个 哪里呢 解到你的低碟 它其实也已经可以用了 比如说我把这个 剪到那个低碟底下 不过我怕是有重复的 看一下 剪下来 到这边 那因为我本身原来 现在已经有一个Python 可不过我是把它丢到这边 把这个先丢到 这里面 好 这个Python以前 我们曾经拿它来教过Java 也曾经拿它来教过那个Android 就是手机开发 那现在还有之前拿它来教PHP 现在是拿它来教Python 其实都一样嘛 所以以前如果学过 刚刚讲的这些课程的同学 应该对于这个环境就比较不陌生 所以未来它还是可以延续着用 它又免费 那这个Eclipse这个环境 是IBM那家公司 本来的子公司 然后呢它做了一件 蛮蛮不错的事情 就是它把它捐出来 变成无偿的给大家使用 免费版 所以IBM这家公司在这地方做法上 也蛮值得让人家觉得赞赏的 很多时候啦 很多公司 但不是只有赚到钱 还是可能要做一点公益的事情 OK 那刚刚下载的东西懒能包的 如果说你们假设有些同学 还没有Ready的话 没关系按右键 这边有个解压缩字 这边有没有 你就把它解出来 反正很简单 懒能包意思应该 可以理解啦 因为我之前上课也都会有 懒能包 Android也有懒能包 PHP也有懒能包 那懒能包意思说 反正你都可以跳过那些动作 解出来之后 只要记得去执行 然后check一下 那些动作有没有OK 那你就可以开始 做那个后续的设计了 不然的话很多人 光那个卡在开发环境 就卡很久了 像很多人来上课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买书 回去 那一直卡在那个开发环境 他说 老师我来上你的课 太好了 因为我卡很久 都没有开发环境都弄不起来 而且不能弄 干脆直接来上课 马上环境就建好了 马上 而且老师还提供懒能包 那这样的话 就很方便 不过他可能要解一下下 那解出来的话 然后你会发现 他会解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更目录里面 会有一个叫 叫Eclipse Python 的这个目录 那这个环境 跟我们刚刚见的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环境我多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环境中文化 就有些人嘛 那个我怕 因为之前想到说 哎对有些人好像 之前一直强调说 中 就是那个英文不好 所以我又把那个 这个环境有部分 因为他没办法 百分之一百中文化 所以呢有部分的那个清单 也都把它变中文化 所以这个环境应该是更简单 那你只要怎么样 解压缩之后 打开它 然后找到这个Eclipse 直接点两下 应该就可以开始吧 所以如果 因为我们这一班 刚刚有一些 同学还是没有办法接上 就先把这个先 试一下 然后 这两个环境不冲突 也就如果你有这个 之前那个也在 没有关系 然后 也可以放随身碟 反正你将来去哪个地方 你把它解出来就OK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这个地方先 因为他解压一下子